大家好,歡迎收看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我是Jacky 這次呢我們來介紹SHF裡面的超藍的悟空 那紅悟空也就是賽亞人神的悟空其實之前出過 所以在這一個版裡面並沒有附紅悟空的頭 但是達爾的那個超藍達爾就有附紅達爾的頭 那這個呢就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 不過他應該不可能附啦,不然前面那隻就打槍了嘛 好,那這隻角色呢 其實表情跟特色都跟之前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就只有頭髮換成超藍 然後整個素體其實就改成後來的新的素體 大家如果收過舊版的悟空就知道 其實最主要就是胸部那邊少了一節關節 然後還有一些關節有一些小改變 那後來新的素體都會有胸部一節關節 腰部一節關節,所以這等於是新的素體 那其實在超級賽亞人3的時候就已經換了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樹體上的差異之外 其實沒有太大差異 然後在衣服上呢不再是龜而變成霧了 就是以自己為主 好,這是一個小變動 那其他的變化呢大概就不大了 除了頭髮變成藍色 然後這個髮型呢其實就是超級賽亞人的髮型 也不是特別的就是什麼去髮型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我把它稍微拿前面一點 然後再來呢跟黑悟空 好,你可以看一下 好,跟黑悟空基本上就是同一組素體的 然後也同一個髮型 所以只有圖的顏色不一樣而已 那這個呢就是 等於是版本上顏色的差異而已 那在這兩隻呢比較 可惜的地方就是超藍達爾跟 超藍悟空啊 他並沒有附兩個合體劑的那個 手勢 好,所以 雖然A加B會等於C C出現了 好,但是他並沒有附那個 A加B的手勢 所以你並沒有辦法擺就是在 電影裡面的經典手勢 讓他們兩個可以變成這一隻 那這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 並沒有 特別去附他這個手勢 其實應該要附的 好,那在可動上呢 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然後首先呢 我們先稍微特寫一下表情 好了 好,在表情上呢 出了一個正常的表情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就是有點 輕浮的笑的表情 然後跟咬牙切齒的表情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張嘴的 好,就是阿妹阿妹哈 發氣功的表情 那這個呢就是他所有 附的表情 那可動上呢 就大同小異 因為就是新素體嘛 所以大家素體可動都是一樣的 那在手臂上呢 你可以看到手臂的 彎曲的角度 然後重點就是剛才說的 腰部多了一截 好,那其實多了這一截沒有 並沒有多了太大的前後仰的角度 那左右仰的左右轉的角度 稍微多了一點點 好,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讓可動上呢 稍微做了一點點改善 那跟舊版的素體其實並沒有差很多啦 只是新版的素體確實比較好看一點點 那後面呢一樣就是 就是當你的腳不 不發跪的時候 這邊其實是還蠻突兀的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這邊並沒有刻意的去做修飾或掩蓋 那你只能就是彎腳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他可能就是為了讓彎腳角度比較大 好,所以 所以在上面呢其實 相對的就必須要挖洞才可以讓他有比較好的彎腳 那缺點就是 不彎腳的時候 這邊其實還蠻難看的 那這隻角色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鞋子是黑色的 之前的悟空鞋子都是藍色的 好,那 就是變超藍之後鞋子會變成黑色 這是唯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了 那其他就沒有 我個人覺得就沒有太大的差別了 不過呢喜歡悟空的角色還是 不用錯過這一隻 然後再加上這一隻呢其實是 比較便宜 因為他並不是魂限定商品 所以相對的他 一千出頭 好,那所以就可以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買 尤其是如果之前沒有收到悟空的話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那之前有收悟空呢 如果你是收黑法悟空的話 由於他的素體也是舊的 不像這隻是新素體 那也可以考慮收這一隻 好,所以這個是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如果之前出 收過超級賽亞人3的悟空啊 或是那個戰損版的悟空的話 素體的可動就差不多了 那說真的悟空裡面我最喜歡的其實還是 就是戰損版的這隻悟空 好,就是我覺得他的那個 整體來講啊 不論是效果或是衣服破掉的感覺 都還是最帥的哦 那所以在悟空上呢 其實我個人是最喜歡這一隻 然後包含肌肉的呈現 好,那最後謝謝大家 說完這次的大人玩具開箱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大人玩具開箱的新品介紹 然後如果覺得不錯記得幫我按追蹤跟小鈴鐺 那也幫我多多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這次的超然悟空之大人玩具開箱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